成长 成熟 或者是成功 都必须经历苦难吗 我的视线内是这样的 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明白两个事 就是你在做事的过程中 经历的坎坷 经历的挫折 和因为我们出身卑微 所带来的那种苦难 它两个逻辑 即便是家庭条件再好的人 他想做成一番事业 他一定不会一帆风水 他一定会经历坎坷 经历挫折 内核小时候的苦难 八干的打不着 第一我想聊的是 这个真正的成长就相当于爬山 所以你会发现爬山 你真正爬过山的话 你自己是有感觉的 第一 你一定会经历过很多痛苦 特别是爬没有道的山 我不知道各位著名 爬没有道的山 你会发现有时候越好走的路 走的走都绝路 你还得管玩 所以这个时候 你从来没爬过的山 你试试 你一定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你会面临的很多坎坷和挫折 特别是爬山的时候 晚上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晚上爬过山没有一个人 这时候对你是有压力的 为什么 你要是爬到了半道 你还没爬上去 然后你又下不来 他奶奶的天又要黑了 我不知道各位经历过没有 因为我喜欢爬山 有时候我老婆不陪我 我就一个人爬 我还喜欢爬 还不喜欢爬重复的路 所以这个你会发现 你没爬过的山 和我们人生的成长 是一个逻辑 所以这种挫折和坎坷 是必须要经历的 你看我们人生做事 想成就一番事业 是不是经历的 你从来没爬过的山 是那回事吗 所以你会发现 当这个背后呢 挫折和坎坷的背后呢 它会给你带来 另外一种 你从来没有的人生体验 你从来没有过的 那种风景 那种对山的认知 包括对人生的认知 你没爬过 和爬过 你对山的理解 完全两码事 这就是我一再谈的 你做事 把它做到山顶上 一定要到山顶 你只要爬过一个山 你再爬第二个山 你能找到背后的规律 如果你连爬三个山 你对做事 你估计的就有一种信心 你在面临很多的未知 你要比其他人 坦然 稳重 自信的多 这就是为什么 鼓励你们多做事 然后每一个事尽可能优秀 就在这 就是你学会看透 做事背后的规律 从而给你带来的 从容 坦然 和自信 这个是一定要做的 然后那个 这个人我不认识 这个德伯顿 说过一句话 他说 所谓这种成长 工作背后的意义 是什么 其实就是 有尊严的 疲惫 我认为这句话 说的很有意义 好吗 很有意义 因为这种苦 这种挫折 这种坎坷 给我们带来的 那种痛苦 但是背后是什么 给我们带来的是尊严 内心的愉悦 身心的自由 然后我再谈 另外一个事 这个成功是两码事 成功第一 是成长给你带来的 第二 是你有狗屎运 然后摸了彩票带来的 还有一个 你干爹给你带来的 所以成功的面 就大多了 成长一定会带来成功 成功和成长无关 你说你摸彩票 按世俗的眼光来说 那你好车好房 该有的都有了 那叫成功 但那不叫成长 你的眼神 你的表情中 孤子里那种自卑 你永远没法掩盖 那你说我有车 你越有所谓的好车 越会证明 你孤子里的自卑 真正自信 真正自信的人 不会用任何外在的 外在的物体 来证明自己的自信 其实一句话 真正成长的人 他的脸 他的表情 就是符号 就是自信 就是坦然 所以你会发现 所谓的 名表的 名车的 拿个熊好包的人 你放心好了 他只要摆货这玩意儿 他内心一定极度自卑 因为人的本能 会缺什么 补什么 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成长和成功 背后的逻辑看透 然后把苦难 和为了追求成长 遭受的挫折看透 我再给聊一下 背后的一个逻辑 所以我们太多的人 老认为 所谓的出身的苦难 就是生存环境的恶劣 可以锻炼人 我一再说 那种 就是生活的物质的 极度的困境 这种苦难 各位 他真的不会锻炼人 他只会摧残人性 摧毁我们的人格 让我们的内心 变得极度龌龊 极度自卑 极度敏感 我相信各位 如果你家庭条件 很糟糕的时候 你和我一定有 共同的感觉 老一部说过一句话 他工作将近七年 才摆脱到 他孤子里自卑 其实我认为 我工作将近十年 我孤子里那种自卑 才去掉 就是孤子里那种自卑 孤子里那种龌龊 那种猥琐 邪恶 才去掉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 苦难锻炼人 苦难所谓锻炼人 那是镰刀 对韭菜的安抚 那是炮手 对炮灰的赞美 你把他搞明白 所以恶劣的环境 除了不能锻炼人 他会把你外形 成为歪瓜裂爪 内心变得 变得刚才是扭曲 我不想说这个龌龊 我说我自己龌龊 不说你们龌龊 但我还是想说 真正良好的健康的环境 才能培养出健康的人 你想象就知道了 他奶奶的盐碱地 能长出好庄稼了 各位你想象是不是 盐碱地 你种个西瓜 能给你长好了 谁信呢 所以你会发现 我一般的不赞美苦难 所以各位你们自己也知道 凡是赞美苦难的人 他背后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如果他再没苦难 那很简单 你奶奶的 你享受苦难去 你把你家的孩子享受苦难去 你从盐碱地 给我长一遍 所以这些东西 我们一定要知道 好了 我大概这个就聊到这 在具体的话 你们如果在职场发展中 或者是你们作为老板 想让你们的员工 搞明白怎么发展 因为你给你员工讲 他不信 就像我给泰产管理学院的 我的同事们讲 哭哭泼心地给他讲 他们不信 但是你们可以借我的话 让你的员工看我的课程 叫资场发展课程 就是借我的话 让他们知道 该怎么成长 该怎么规划自己的人生 从而把自己的资场规划 做明白 所以这个背后 你们看看 在职场打拼的时候 看看我的职场发展课程 就是你 你没有爬到山顶上 你最好看看 我爬到了山顶上 我怎么看 这个山该怎么爬 就是你借鉴一下 这个前人的智慧 有一句话叫 问路就要问过来人 这是借助别人走过的路 你少走弯路 我就说这一点 你们自己好好看看 有两门课程 一个是教你们做人 一个教你们做事 就是一个是资场事发展 一个是泰产工作方法 马上讲的太对了 同龄人 同龄人 你们应该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这个 那个年轻时候 那种苦难 所以我不认为 我智商高在哪来 因为我小时候记忆当中 我就到春节的时候 才能吃到肉 一年一半时间 吃不到小麦面 一半时间大概是玉米 和红薯 山东人叫地瓜 各位大家知道 小时候正在长大脑的时候 你没有蛋白质做补充 你的智商哥们儿高不了 所以我认为那种环境 我的智商哥们儿高不了 所以我的身体也好不了 大家知道 你养个猪 养个鸡 都得有足够的蛋白质 来做补充 你想光吃红薯 那玩意儿你想想 能长什么 所以这就是 你说这苦难 你说他奶奶 他不但扭曲我们的灵魂 他还降低我们的智商 你说苦难有什么好赞美的 这不扯淡吗 你们又不是没经历过 我知道很多人 他不敢吃那个红薯 他一吃他就过敏 他小时候吃多了嘛 他不就这样嘛 我的小时候 还不仅仅是那个 物质的苦难 因为他还有肉体 灵魂的苦难 就是我一再说过 就是我爷爷的身份问题 那是他娘的双重苦难 如何去除自卑 自身的自卑的 你做事就好了 你所有骨子里的那种卑微 唯有通过做事来洗刷自己 就是如何治愈我们内心的 那种自卑 那种伤痕 唯有通过做事 做事会让我们重生 做事会洗去我们内心的污垢 让我们的内心变得纯洁 因为你专心 全心全意的做事 你就没有心情思考别的 就像我说的 他长庄稼的地 他就不长草 所以我为什么老鼓励你们和做事的人在一起 其实就这一个事 当我们内心很纯净的做事 只要事做成 该有的全有 所以你们老听我 就在这跟你们聊天 超过半年之上 你一定有感触 我所有的逻辑 其实一再教你们 如何把事做成 它其实就一个事 通过做事 净化我们的灵魂 提升我们的能力 提高我们的认知 然后成就我们的人生 当然了 更重要的是 我们作为一个人该承担的责任